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昨天A股大跌 跌的是完全没有丧失良知良能的 历史上所警戒 我问刘朝老师 刘朝老师看盘看了很多年 也做了很多年投资 他说他从来没有看过这种情况 今天是惊魂未定 上午的行情走得并奄奄的 一副败军之将 不知道该怎么说好 有人就抱怨说 这个时候怎么国家队应该出手 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积极 这个护盘 外民哥劝大家冷静一下子 很多事情不要抱着太理所当然 昨天那个事情 早上我们的老师都讲 发生了踩踏 踩踏你知道吧 就大家非理性逃命 逃命的结果呢 就发生这种思绪 思绪呢就造成在 这个逃的过程中 有人跌倒了 有人摔跤了 那后面的人就踩到前面的人 把前面的人活活踩死了 所以昨天这种情况的话 真的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 形容叫溃 就是溃败的溃 崩溃的溃 出现这种溃兵 溃败崩溃的时候 你不要随便去救 这你救不起来的 整个结构都已经出现大问题了 不是大罗天心来都没有用的 如果我们可以找一些历史的教训 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你要知道历史上最大的踩踏事件 发生在什么时候 大家知道吗 有没有人知道 我现在考大家一个历史 历史上最大的踩踏事件 发生在什么时候 可能很少人知道吧 对不对 这个公元前383年 发生了一场战役 决定了中国的历史 叫做回水之战 回水之战 那这个双方呢 一边是东晋 一边呢是前晴 大家都知道这个 西晋啊 末年发生了八王之乱 八王之乱呢 就导致了这个五胡乱华 那五胡乱华呢 又导致了西晋的灭亡 那就造成天下大乱 那最后呢 西晋的一部分呢 这个贵族啊 皇族啊 这个衣冠南渡 到了长江以南 在今天的这个南京 这个建业 成立了这个所谓的东晋 就形成了 北边是五胡乱华 南边呢 就偏安的一个小政权 叫做东晋 那西元呢 383年的时候呢 北方啊 被一个人统一了 就是五胡乱华中 有一支 所谓的遗族 叫做底族的人 大家都知道五胡乱华嘛 匈奴 险卑 枪 街 还有这个底 底族里面出了一个 非常一名的 这个盖世英雄 叫做福坚 福坚这个建立的前情啊 统一了北方 那统一北方以后呢 他就想那我也要把南方 统一起来啊 从政华夏的升危 所以呢 这个公元383年的时候 就发动了肥水之战 出动多少人呢 史书上的记载啊 这个非常的 这个不一致啊 有人说八十几万 八十三万 我们历史上都这样讲 有人说 110多万 但是你大概可以算得出来 就是八九十万 100万 差不多就是这个人数 这个前情呢 这个大兵出征之前 对不对 这个夸下海口 投鞭断流 就是我这些 阿兵哥啊 把他们手边的鞭子 投到长江里头啊 长江就会被我阻断 所以他认为呢 这个要渡江啊 灭了东晋啊 不是一件难的事情 那东晋呢 也不能坐以待毙啊 就任命了当时的这个 宰相 叫做谢安 那谢安呢 就任命了他的侄子 叫谢玄啊 这个渡江啊 北上抗敌啊 那在什么地方 行程或者遭遇呢 在现在的这个安徽寿县啊 这个遭遇了 大家如果去看过这个寿县的话 大家都知道这个寿县啊 这个隔着淮河啊 这个肥水就是那个时候 淮河的一个支流啊 就隔着这个两军就隔着这个肥水啊 一个在北就是前行的部队 一个是这个在南啊 就是东晋的谢玄领导的部队 前行部队呢 先锋啊抵达这个寿县啊 肥水至北的时候呢 大概有三四十万人啊 那南方呢 东晋的部队呢 就是谢安所领的北斧军呢 大概就八万人啊 两军对刺 如果真的要打的话 那不行啊 对不对 你不能跳到河里头打呀 所以呢 谢玄呢 就安排了一计 就写信啊 派人啊 送信给这个前行的部队 叫他说这个你既然要打我的话 我们两个隔江啊 怎么对峙也不是办法 你部队退一点点 你部队退一点点 你退出个空地 让我部队啊 这个能够渡江 然后呢 跟你一战 那这个福建看了这个消息 我就觉得很高兴啊 好啊 我就让你过来啊 等你过来过到一半 或者呢 过了河呢 对不对 这个还没有形成 这个阵地或者正事之前呢 我就跟你迎头痛急 这个计策啊 想起来当然非常的美好啊 但是这个谢玄也不是笨蛋啊 谢玄的北斧军啊 这个李下大将刘劳之啊 对不对啊 这个都是能争善战啊 战场经验非常丰富啊 对不对 他出这个计谋 他一定有其他的安排啊 那这个大家约好日期 决定了这个 让这个东晋的部队呢 对不对 过河 大家准备打一场大战的时候呢 这个前情的部队就开始后退 一后退呢 这个谢玄啊 就在前情的部队里面 安插了很多奸细 包括当时东晋的翔将朱旭啊 就开始散播谣言 大喊啊 哎呀这个部队啊 这个战败了 大家赶快逃命吧 那后面的部队也搞不清楚 前部部队到底是不是战败了 但是一有人那样喊 大家就慌了 慌了以后呢 大家就是拔腿就跑 180度啊 这个往后跑 那跑的结果呢 对不对啊 那你就晓得了啊 这个更后面的部队 还不知道前面的情况啊 就发现前面的愧君呢 已经呢 对不对 往后跑了 那大家就跟着跑 来不及跑的人就被踩死了 这个就是踩踏事件 一天之内啊 这个前勤的数十万部队呢 对不对啊 就为之崩溃 大家都知道 这个飞水之战呢 有几个成语啊 第一个就草木皆兵啊 这个形容啊 前勤的部队在跑的时候 对不对啊 这个阵型大乱 人心惶惶 这个大家都觉得 小命不保了 所以任何风吹草动啊 对不对 都以为是这个 这个东径的部队要杀过来了 用讲风声鹤唳 这个听到鹤在空中叫 风在吹的时候呢 对不对 也以为是东径的部队啊 杀过来了 那你就想看 完全没有士气可言 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 那结局可想而知嘛 这个飞水之战以后呢 这个前勤呢 就一蹶不振 没多久就灭亡了 那你说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可以去救世吗 你可以去抄底吗 我爱民哥觉得 千万不要冲动啊 这个飞水之战啊 前勤部队在溃败的时候啊 这个先锋大江啊 这个福坚的弟弟福荣 也一度啊 想出来的维持部队的秩序 结果就被人家活活踩死 所以你现在去护盘 你现在去抄底 外面就跟大家讲 你就等着被踩死吧 你只有等了 这个大家逃到没有力气了 逃到没命的时候 逃到觉得可以坐下来 不想再逃的时候 再怎么样是收拾残局 现在就是走了这个地步 我们的投资人啊 现在整个心情啊 就是溃 溃败的溃 谁也救不了 真的 这个西方佛祖 大罗天仙玉罗皇帝啊 玉皇大帝啊 都没有办法 这个没有办法 就是士气使然 你只能怪我们的投资人啊 心理素质太差了 就是有再好的技术 再好的再多的筹码也没有用 因为没有信心嘛 素质差嘛 昨天什么一个雪球啊 一个什么江颖苏吧 是不是 还是江苏颖啊 一个女明星啊 这个说她投资的 听说投资的这个雪球的衍生商品 对不对 然后呢 大概赔了 想去到那个券商里面讨个说法 这个是假消息 结果呢 也造成市场人心惶惶 大家跟着疯狂的卖出 你怎么讲呢 这个消息不就是 那个翡水之战 对不对啊 然后这个东晋派的奸细 在前行的部队里头大喊 这个前军失败了 大家快逃啊 所以大家就跟着逃了 你想想看 对不对 外民哥跟大家做这个比喻 这个解释 大家觉得 有没有道理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像刚刚汪老师讲的 静下心情来 好好的反省 好好的体会 那我们投资人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一个 这么脆弱的心理啊 我觉得也不能怪投资人啊 这个A股的投资人 其实有时候蛮可怜的啊 几次行情出来的时候 都莫名其妙被打下来 我讲不好的 都是国家出手在打 防风险嘛 所以呢 这个投资人9294啊 对不对 他就没有啊 自我的那个觉醒能力 就比较差了 这个觉悟能力啊 就比较不足了 对于市场的认识啊 就越来越倾向于非理性 大家就在那边平常啊 专行那些银头小利 但是真正的投资大家 外面哥讲吧 那个巴菲特 对不对 买皮亚迪 买了那么十几年 对不对 中间也是啊 跌到一屁股啊 的时候也有啊 铲到套楼的时候也有啊 那该卖的时候对不对啊 那他一定是找到最适当的时候 等到赚足了以后再出手 是不是 所以这个 这个观念啊 大家要慢慢的去修正 慢慢去建立一个正确的观念 如果你买堆股票其实你也不必怕跌啦 他终有一天啊对不对 还是会回到应该有的价位啊 今天跟大家 啰哩巴说讲了一堆啦 但是啊 有这件事情你就可以知道啊 市场的行情啊 是跟着人家情绪在走的啊 这点很重要啊 外面哥再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啊 也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一条新闻啊 这个特朗普啊 这个在共和党这个初选中啊 这个一战这个 这个 就这个获得大胜啊 这个旗开得胜以后呢 现在 绅士啊 一发不可收拾 锐不可当啊 包括他自己的身价啊 投资的产品啊 或者股票呢 对不对啊 估值都大涨啊 打个比方说 这个2021年啊 特朗普下台以后 这个 那个时候被推特 在那个平台上禁言了 所以他自己成立了一个 这个 呃 叫做 Choose Social 叫真相的一个平台啊 就自己 你不让我 这个在公共的这个平台上呢 对不对 发表自己的意见 那我就自己成立一个平台嘛 啊 这个平台呢 叫做 Choose Choose Social Choose Social 就成立以后呢 他也想上市啊 想跟推特啊 或者脸书一样想上市 那上市又没有获利啊 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就借壳 美国有SPAC制度 借壳上市 用哪家公司呢 用了一家 叫做DWAC的公司 英文呢 叫Digital World Equation Cope 用这家公司来上市 这家公司呢 他买了以后呢 两年 都一直没有挂牌 因为问题很多吧 你又没有什么收益 对不对 那政治倾向又这么浓 又是你个人的这个平台 所以一直啊 没有获得SEC同意上市 但是呢 市场中对他有一定的估值 他最近的估值呢 尽管没有上市 因为爱华州大选的结果呢 就出现了大涨的情况 我们看2024年1月22号 昨天的时候呢 已经来到了30块钱了 这个明天就是今天夜里头 美国呢就会展开 共和党第二次出选 在新汉布什俄州 目前的民调呢 特朗普领先黑力16个百分点 就是Nikki Haley 就是唯一在共和党中啊 跟他争取提名的那个 女的美国前联合国这个代表 那个黑力 那个印度一的黑力 唯一只有一个人跟他进 他领先他是6个百分点 那估计呢 如果明天投完票以后呢 这个DWAC呢 Digital World of Equation Corp 这家公司的股票呢 可以涨到43块 可以涨到43块 等到下个月什么时候呢 就是二月二月份以后呢 这个二月 这个二月份以后呢 这个所谓南卡纳桌的这个初选呢 这个大势底定以后呢 估计呢对不对 股票可以涨到50块以上 那如果这个今年11月份 这个他打败了拜登 成为这个美国总统的以后呢 对不对 那可以涨多少呢 现在还没有这个预测 但是估计呢 要涨了100块也不是问题 这个就是信心 有了信心以后呢 即使他现在还没有上市 还没有获利 但是呢 这个特朗普 公司的所有人呢 对不对 现在声势大涨 这个几乎呢 所向披靡 这个问鼎白宫的机位非常大 所以大家对他就有信心 所以估值呢 对不对 虽然还没有正式挂牌哦 还没有正式交易哦 已经很高了 那我们看看 他共和党内部呢 现在呢差不多了 只有少数人呢 还在支持 Nikki Haley 我们可以看出来 彭博社昨天有一个新闻呢 就是说啊 这个华尔街有一些大亨 他还举了一个名字啊 还举了几个人啊 比如说这个万民哥把这个 把他们的头像啊找出来啊 这个女的就是Nikki Haley 平安心长得 长得还蛮漂亮的 长得还蛮漂亮的 这个已经过了50能长这个样子啊 也不容易了啊 这个比如说啊 这个索罗斯的合伙人啊 史丹利德鲁克米尔啊 这个帮他出面啊 继续募款啊 还有呢这个Hondip Hondip就是加德堡啊 美国一个很有名的大卖场 主要是卖这些建筑材料啊 或者家具的啊 这个朗格尼啊 也帮他出面筹款 准备在什么时候 准备在新汉布什尔州啊 就是明天举行的大选完以后的 这个礼拜六啊 就是这个礼拜六啊 帮他举行一款募款的活动啊 那另外呢 还有一个也很有名 就是KKR的创办人啊 叫做克拉维尔啊 克拉维斯啊 也帮他出面 那这些人为什么这个时候呢 愿意继续挺这个黑力呢 第一个他觉得特朗普啊不好搞 这个人呢对不对啊 不好沟通不好讲话啊 政治理念呢跟他们 这个华尔街传统的建制派呢 有一些差距啊 所以呢这个把保押在黑力啊 希望呢在新汉布什尔州的这个选举之后呢 再放手一搏 啊机会大不大 机会大概不大 那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啊 外民觉得 外民哥觉得这跟黑力有关系啊 你知道吗在国外选举就是赚钱 大家会不会觉得你奇怪 不会奇怪 你选举是不是要靠钱 那钱不是自己的口袋中拿出来啊 你要去募款啊 对不对 像我要选啊 就找王老师你给我十万块 余老师你给我一百万块 刘老师你长得帅你给我两百万 张老师你学问好你给我五百万 我就这样子把钱凑出来 然后呢用这些当作竞选军会去选 登广告也好 买票也好 请人吃饭也好 办餐会也好 就这样去选 那捐啊 就募到五千万啊 你不能把五千万全部花完了 你最多只能花四千万 要把一千万留在自己口袋中啊 为什么呢 他这也是一个商业模式嘛 啊你选赢的话 你这个商业模式啊就成功了 你选败了你这个商业模式 后来给你捐钱的人呢 他们就投资就失败了 就是一个失败的商业模式 啊大家懂啊 啊这个国外的选举啊 不是像你们讲的啊 这个找定个日期 大家一起去投票 前面还有很多活动啊 这个募款是一个 很重要的商业模式 看谁募得款多 谁就这个出现的几率大 啊这个所以美国总统选举啊 有的时候也不用民调了 啊就看两边的这个候选人啊 对不对 谁啊这个募得款多 如果捐钱的捐钱的捐钱给他人多的话 你就赢了你就人气来了 你就有钱登广告了啊 啊就是这么简单啊 啊这个是这个第一条新闻啊 啊这个借着特朗普啊 这个初选的这个事情呢 还有这个DWAC啊 最近的行情变化呢 跟大家去进一步了解啊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变化啊 平平你好三思青心你好 这个工厂王永梅啊 梅雅芝大家好啊 浅龙个冷静冷静 对浅龙讲的有道理啊 惠威你好啊 小丸子的爸啊 英杰大家好啊 这个 嗯还有还有还有几个朋友啊 老球啊 这个博派今天开始加仓了 明天继续加 我博派这个董哥遇到啥事 需要冷静 就是出现溃冰的时候啊 这个A股出现啊 这个呃 肥水之战的局面的时候 大家就要冷静啊 这个跟大家在分享第二条新闻 昨天我看了一条很有趣的新闻啊 他说啊现在啊这个 我们国内啊 这个车厂啊 这个进行测试 新车要有很多测试啊 那测试一定是 中国大江南北 甚至拉到国外去测试啊 都有可能啊 沙漠地形啊 热带地形啊 雨林地形啊 平原啊 高原啊 高山啊 对不对 但最重要的有一个测试 非常重要 就是极地测试 什么极呢 就是北极的极 就是极寒的气候环境 还有地形地物地貌的测试 所以呢 你现在如果要看啊 车厂的测试车的话 我听你来讲的 最好就到 墨河 到墨河市啊 这个外民哥在那边抓了几个图啊 听说现在 墨河市的大街小巷啊 这个城市里头 乡间小道 经常时不时的 就会碰到 很多贴的伪装纸的测试车 趁着这个大冬天寒流来的时候呢 在墨河进行基地测试啊 外民哥替他找了一张照片啊 这是国内一个车厂啊 在墨河偷偷建立的一个 无人驾驶测试基地啊 大家可以看吧 这个上面有很多车道啊 有直线的 有弯曲的 有环形的啊 还有呢 这种大转弯的啊 这个这个等等的那些车道啊 那有加速的啊 有这种碗形的等等的啊 这个是地面的 实验场的测试 那真正的还是要跑到野外去测试啊 这个外民哥以前啊 在这个测试场开过车啊 那真不是开玩笑的 开车在测试场测试 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啊 不是很奇怪 有个生理现象 就你自己开车的时候你不会晕车 你自己开车你不会晕车 但是呢 如果你是跟着测试员 去测试坐在他旁边 那我告诉你一件事 没几次没几下子 没转几下子啊 那个激励就出现了啊 可能是三激四激五激啊 那激励出现的时候啊 血液啊就就怎么讲呢 就跑到大脑来面去了啊 那你就造成什么 头的头部的这种压力啊 太大 那就出现了 这个昏厥或者头痛的现象 很严重啊 但是啊 这个反映一个现象啊 就是我们车厂啊 因为现在都是自主品牌 所以自己掌握到测试 测试的这个数据啊 这个数据呢 包括性能啊 这个性能包括电池的电机的马达的 这个结构啊 悬吊啊 对不对啊 还有这个组装品质各方面的这个数据 那这个代表什么呢 其实这个代表啊 就是自主产品啊 还有自主的汽车工业了 已经有一定的基础了 这个过去呢 国内的测试刚开始推出来的时候 要测试啊 还不能在国内测试 还跑到国外去测试 找国外的测试机构 找国外的场地 找国外的机构 找国外的测试员 现在都不要 有自己的测试员 有自己的场地 有自己的测试的这个专业机构 还有公司提供你全套的这种服务 我跟大家讲这件事情啊 这个中国发展汽车工业 看的就是这个 大家不要看那个车子的外表 各种新车啊 三不五十的推出来啊 眼花缭乱的啊 这个包罗万象 但是这个都是表象 这些车子出来之前呢 现在呢 都要到墨河进行极地测试 所以呢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或者到墨河的话 就留意一下子 都会发觉 这个现象对吧 其实对国内的产业来讲 是一个 什么讲 一个非常正面的意义啦 我们跟大家想到这个事情呢 我就想到前一段时间 特斯拉就是啊 极地测试没有测试好 前两天在美国出了大事情 就是芝加哥 如果大家看那个地图 或者去芝加哥 大家就知道 那个芝加哥啊 刚好就位在美国 东北部五大湖的旁边 这个地方啊 冬天的时候 第一个非常冷 第二个雪下得非常大 你知道中国啊 下雪下最多的地方啊 大家知道是哪边吗 中国下雪下最多的地方 大家知道是哪边吗 我考考大家 或者跟大家请教一下 有没有人知道 雪下 下得最多的地方 这个常态上啊 下雪下得最多的地方啊 就是山东威海这个地方 因为北风一灌过来嘛 我那个导播小猪 就是那一代的人嘛 那个北风一吹过来 经过渤海的时候啊 风里头啊 就带了很多水汽 所以过了海 到了陆地来 碰到高地 特别山坡啊 这个地形啊 这个比较高的地方的时候 它就开始下雪 就是开始下雪 所以雪下得特别大 像我们天津呢 就不太下雪 我们天津的北风啊 都没有经过 这个渤海 是经过哪边呢 是经过内蒙埔谷过来的 不是雪香吗 对了 但是雪香的那个地方啊 小 雪香那个地方小 就东北的那个雪香 很有名嘛 对不对 但是雪香那个地方比较小 那你到威海 那个地方的话 那个地方面积就大 那些雪啊 下得也非常大 听说一下都是几十公分的 这个大家有机会 到那边赏雪 也也也也也不错 不要我去去雪香啊 当然很漂亮啊 那太冷了 那前两天啊 我们公司有同事说 要不要这个过年一起去 雪香这个赏雪 我一想到零下几十度 我吓都吓死了 我跟你讲 我这个受不了 我们这个天津现在外面啊 零下这个八度七度啊 我都已经受不了了 你再叫我到二十几度 那真是要劳命啊 我这个年纪大了 不要去逞强啊 这个董哥这几天 每天搞点菜前 好 不错不错 他就是呢 对不对啊 所以芝加哥的雪也下得非常大 气温又低 那结果就发生一个现象了 前两天大家发觉啊 特斯拉的充电站 大量的特斯拉汽车趴窝 因为为什么 美国的公共充电站少啊 所以呢 买了特斯拉以后 你到特斯拉的充电站去充电 结果呢 充电桩的设备啊 对不对啊 在这个极寒的这个气候之下 故障了 再加上到那边准备充电的车子呢 也都是快没电了啊 所以呢 又充不到电 那统统趴在这个停车场 那就表示说什么 这个特斯拉当时啊 在产品测试方面呢 对不对啊 这个没有做到位 这点非常重要 我们现在所有的产品啊 汽车也好 电子产品尤其电子产品啊 这个气候测试非常非常重要 我以前在台湾地区啊 碰到一个半导体的服务商啊 他就跟我讲啊 有一次我跟他一起搭飞机啊 在这个飞机上碰到 他会讲说 他觉得手机最好的就是华为 你说为什么 他说华为的这个 寒地环境测试啊 是他碰过所有厂商中最严格的 所以你买华为就没有错 他就跟我这样讲啊 这是一个台湾的企业 跟我这样子讲的啊 所以大家可以看出来啊 这个大家可以 EV大面积的啊 这个出现了 这个故障啊 然后等待清除 你说这个麻烦大不大啊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啊 这个 这个事情你会发觉啊 这几年啊 我们国内新能源车啊 EV车啊 这个掉电的情况 其实比以前改善很多啊 那为什么呢 这个就是技术进步啊 这些技术进步的动力啊 就是不断的测试啊 从测试还有这个性能的表现中呢 不断的去改善去完善化啊 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啊 零下三十多度哇 潇澳江湖去过那个雪香吗 新疆北啊 对对对 新疆北听说那个地方 雪下的也非常厚啊 我朋友说他到那个新疆北部啊 北疆去玩的时候 看到下雪的时候 就跳到雪里头游雪啊 在雪里头游泳啊 那也是很厉害的 反正呢 这个下不下雪啊 除了气温以外啊 这个另外呢 就是水气够不够啊 所以有的时候在看 大家可以看 那个上海啊 江南这一带啊 下去雪来啊 浙江这一带下去雪来 比这个天津下的还有多 就是因为那边的气候 湿度比较高啊 接下来呢 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新闻 高科技啊 的这些专业人士啊 过去因为收入很高 一直受到大家的这个 这个怎么讲 大家的这个 非常的给予很高的评价 非常的敬仰 非常的崇拜 但是呢 AI出来以后啊 现在这些高科技的技术人员啊 可能这些理工的背景的 这些工程师啊 可能有一些问题了 这个谷歌呢 大家都知道 从1月10号开始裁员 昨天呢传出的消息 到目前为止 10天之内至少裁了1000人以上 所以有人被裁了以后呢 对不对 Lay off以后呢 就开始抱怨 抱怨什么呢 抱怨谷歌的 这个裁员叫 Rendley Rendley就是什么 随意的 随机的 没有道理的 这个团队里头有100个人 要找两个人裁员 或找五个人裁员 干嘛呢 抓揪 或者呢主管看谁顺眼 看谁不顺眼 就Rendley 这个在谷歌内部啊 产生了很大的这个 这种怎么讲 情绪上的这种反应啊 但是呢 这个可能啊 对不对啊 不是一时的 可能今年一整年 都会持续裁员 为什么 随着AI人工智能竞速的 不断的进步 不断的更新 威力越来越强大 这个取代 这些高科技人员啊 他们的这个速度啊 还有幅度啊 会越来越大 所以这一点啊 要特别小心一点啊 我昨天还看到 国内一个 一家也是 从事AI大模型啊 这个相关的 这些企业的老板就讲过啊 现在啊 最缺的是 这种人工智能的提示员啊 因为你这个人工智能 这套大模型要用得好的话 你必须要有这个 够强的这些提示员啊 这些提示员在知识上 在能力上 在技术上 在逻辑的这种想象力方面啊 要比一般人强啊 可能还要经过一些 特殊的训练啊 因为我不是提示员 我不知道了 但是听说提示员啊 这个现在啊 这个行情 这个水涨船高啊 因为这个行业刚起来吧 所以提示员现在一定是 处于一个啊 这个供不应求的状态啊 就像AI出来之前 程序员啊 非常的 这种行情非常好 那现在程序员啊 基本的啊 这种指令呢 都不用程序员写了 那就AI来写了 所以呢 这个面对啊 这个员工的指责啊 这个谷歌的CEO Sandra Peached 他自己出面了 他讲呢 去年呢 整个美国高科技业啊 裁员了24万人 今年呢 今年会怎么样 今年啊 会裁的更多 所以大家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啊 这个高科技业啊 现在也有一点 草木皆兵的那种感觉啊 每天一进了办公室 看到主管都看他一眼 他就心就慌了 是不是今天我准备被裁了啊 因为这一次谷歌的这种裁员啊 听说非常狠啊 这个1月10号 对所有的员工啊 17万员工哦 全球17万员工 都收到一封信 要大家做好被裁员的准备啊 就是人人都有可能被裁 你就想想看 在这种工作环境之下 做事情那可累了啊 这个也没有办法的 也没有办法的事情啊 今年 去年谷歌裁了一万两千人 只是全行业裁了27万人 那今年呢 今年会裁更多 所以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 前两天不是在美国发生一个新闻吗 就是两个啊 这个中国的华裔的员工啊 这个夫妇啊 发生了这个家庭暴力事件 女的被男的打死了啊 这个男的先生跟女的这个太太呢 都是清华信息工程系毕业的 高材生吧 毕业以后呢 都一起到美国 加州圣地牙哥大学 拿到信息工程方面的硕士 这个女的呢 刚才去亚马逊 男的就到谷歌 后来女的也转到谷歌 那前一段时间两个人呢 还买了房子 价钱了200万美金 在美国买200万房子的 美金的房子啊 那个房子就不是一般的房子 那就是好房子啊 就你可以想见他们两个人啊 短短在美国奋斗了这个三四年吧 四五年的时间啊 已经是小有成就了 结果还发生暴力 发生暴力原因呢 据说啦 是女方的上司看上了这个女的 就一直对他这个穷追不舍 这个女的就想这个跟老公离婚 去跟那个走在一起 结果就发生家庭的冲突 所以我有的时候觉得啊 人生就是这样子啊 你走到前半生啊 那个以那前半生还有后半生 前面小时候胖不是胖 那看你到底可不可以 走到人生最好的这个境界啊 那还有得瞧了 如果这两位高材生 都没有去美国啊 也许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啊 这都是假设啦 但是你要想想一件事情啊 美国那个社会是什么社会 我们这个社会 对不对 如果一个夫妇有人 先生啊看到这个老婆 有人去调戏他 或者去干什么的话 对不对 那一定找人要算账 要不然就找警察了 但美国没有来这一套 美国是自由恋爱啊 对不对 谁都有对他自己的这种感情啊 对不对 都有自己的这种自由选择权啊 这个文化完全不一样啊 所以你要换一个社会 换一个国家生活的话 你这些都要想清楚啊 这些都要想清楚啊 你没有把这些事情 想清楚的话 对不对啊 那会造成了人间的悲剧 会造成人间的悲剧 而再来一个 昨天啊 这个电磁股大跌 大跌原因是说 美国国防部啊 针对中国六家 这个六家电磁公司 列入这个实体清单 讲说三年之内 三年以后不能 这个再用他们的电磁 这是国防部 外民哥讲过嘛 第一个国防部用不了多少了 第二个三年之后 是什么情况 谁也不知道 但是造成国内已经大跌啊 这就是溃嘛 溃就是这样子啊 有点风吹草动 对不对啊 莫名其妙的新闻呢 或者假新闻呢 都会打击 投资人太脆弱了 但是昨天有一条新闻 这个新闻 如果大家认真看待的话 那其实今天的 电磁股应该大涨 就是特斯拉已经决定 用中国的零件来生产 特斯拉的电磁 特斯拉现在生产什么电磁 就是它跟Panasonic合作的 4680的电磁 但是现在呢 现在呢 它都一直面临到 产能爬坡的现象 所以呢 它才说需要呢 对不对 拿到中国的这个零件呢 对不对 去生产它的4680的电磁 你这个就可以 就不难想见 特斯拉电磁技术 在美国所有的 新能源车企 或者电磁场中 已经是最厉害的了 但是呢 它还没有办法 摆脱Product Hale 就产能爬坡 什么样子扩大生产量的 这个能力 还是要求助于中国 那你又就可以证明一件事情 它为什么不求韩国 为什么不求日本 这个原因就是 4680电磁 本来是要用三元锂电磁 但是中国的磷酸铁锂电磁 比三元锂便宜很多 更重要的是 磷酸铁锂电磁 这几年 因为业者不断的投入 不断的精进 不断的研发 它的品质 它的效能 跟三元锂电磁 所差无几了 万民哥以前 在节目中 跟大家就讲过 你像那个 林德时代的 麒麟电磁 它已经不输给 三元锂电磁了 这就是可以反映出来 中国电磁产业的 这种竞争力 所以大家看新闻 国外的要看 国内的也要看 好的消息要看 不好的消息 大家也要斟酌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明天同学 再见 拜拜